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XXY 歡迎來到XXY 哏你看店 讓你看店更有哏 今天是2020年的6月7號 今天的歷史上今天要帶你回到1895年的6月7號 日軍佔領台灣 我們在歷史課本上面都一定會提到 在1894年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跟台灣非常相關的歷史事件 那就是清朝跟日本爆發的中日甲武戰爭 清朝最後戰敗 並且簽訂了馬關條約 割讓台灣之後 引發了台灣各地人民不滿 並且發起了抵抗日本接收統治的運動 爆發了甲武戰爭之後的隔一年 以未戰爭 1895年5月底 負責接收台灣的日軍 在今天的新竹奧底登入 衝速成立了台灣民主國 以台灣地方士生劉永福 邱馮甲等人組織的抗日義軍 和日本軍隊頑強的抵抗 在1895年6月7號 日軍進入了台北 正式宣告佔領台灣 但是呢 這個時候各地仍然發生著抵抗運動 直到1895年的年底 台灣民主國總督唐錦松 跟第二任的總統劉永福 在逃離台灣 零星的抵抗勢力投降 以未戰爭才正式宣告的結束 有關這段歷史啊 相信呢 我們所讀到的歷史課本上面 描述的應該不多 有關1895年發生的台灣故事呢 大家不妨可以看一看一部電影 就叫做1895 它是由洪志玉導演所指導 楊錦華、溫生豪、張書豪等人所主演 電影的故事內容是採取雙線鋪陳 並且是以日本文學家兼陸軍軍醫 深歐外 以及一個客家子女的觀點 來看待整齊的倚未戰爭 故事的焦點也是聚焦在 倚未戰爭中的客家村莊所發生的故事 是近年來台灣少見 以台灣客家語為主要語言的電影作品喔 當然如果你想要看到 比較具有娛樂性 或是大規模戰場的畫面 賽德克巴萊絕對是非常推薦的作品 這部是在2011年上映 由台灣導演魏德勝所拍攝的劇情長片 故事的內容主要是在描述1930年 莫娜努道帶領著賽德克族人 反抗日本長期迫害原住民所引發的物色事件 但是在電影的開頭呢 他以中日交友戰爭之後 日本在接收台灣之後呢 在台灣各地進行鎮壓的軍事行動 裡面呢就有描述了倚未戰爭的情況 而這部片不論是在劇本的撰寫或是在畫面的呈現 敘事方式或是在特效的技術上都表現得非常的卓越 只要是提到有關台灣歷史的故事 這部電影呢我一定會特別提起 而且拿出來推薦給大家的囉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或是聲音 或是想要看到更多有關歷史或是電影的相關資訊 也別忘了按讚追蹤我的臉書粉絲團 以及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IG以及各大聲音平台喔 我是XXY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喔 掰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